台北西门町旁边早已拆除的中华商场 曾经是台北非常繁荣的地方 这也是很多老台北人的回忆 贩售的东西应有尽有 甚至有商家说 除了棺材这里什么都卖 中华商场1961年完工 1992年拆除只有31年的历史 中华商场特展就透过文献照片还有影片 回顾它短暂而精彩的历史 走在中山堂二楼展间 中华商场特展展出缩小复刻板 挂满招牌的楼层 站在当时的中华路上 搭配老照片勾勒台北人的回忆 小文就是在大一年 就是35岁以上的人 可是他们讲起那个中华商场 就像讲初恋情人一样开心 所以你就会觉得 怎么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 中华商场1961年新建完成 八栋三层楼的建筑物 名为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一千多家的店面沿着中华路两侧 从北门一直到小南门 在当年是全台北最大的商场 是创业者和消费者的天堂 中华商场很特别的事情是 它有天桥的串联 它从这里到这里 它不用走地面 所以其实中华商场提供了一种 很特别的逛街情形 天桥串联起一栋栋的商场 店家说这里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举凡电器商品 唱片CD 定制礼服 大江南北的糕饼食物应有尽有 我大概68年的时候 就开始在那边工作 工作的话大概有十几年留了 也是蛮怀念那个地方 因为那里可以说什么都有 什么样的人士都有 只要你有兴趣的人 有需要的人你看 十一住行几乎样样都有 曾在中华商场开设电器行的吴文成 当年主要维修电器 顾客留下来的唱机 随身听 收音机等等 都还保留至今 这是早期收你第一台的收录音机 是立体生的 那时候一台的话大概要6500元 但是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顶多五六千块而已 所以说要有一台的话就要存了好几个月 从展览中的珍贵照片 影像 文献等回忆往事 当年在商场 触立近三层楼高的霓虹灯 是台北城最繁华的地段 这次还复客制作四间店面 包括西服店 唱片行 礼品店 中华商场人段楼下6楼到12号 对 可是它是靠近铁路的那边 它是双号 单号是靠近中华路 这次展览情商老店家出借珍贵的收藏 西服店的衣架布料 黑胶唱片 还有当年城中区的门牌 我们其实告诉你 经营者怎么过日子 因为经营者他们住在里面 房子很小 如果是一楼店面的话 它只有两米的宽 四米的深 所以就是你会想说 天哪 止不住 但是他们说在当年的条件 有一个弃身之所就很不容易了 为了配合台北铁路地下化 政府决定拆除中华商场 引发民众抗争 怪手拆除当天还动用了 警力维持现场 商场在1992年走入历史 只有31年的好时光 这里曾经是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甚至是唯一七所 走在展场的装置前 回忆台北城的兴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